那接下来看一下二之一啊二之一这一个 章节基本上是属于记盖的 这一个或电脑常识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章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叫做计算机硬体的简介 要多喝水 到之一 章节简介好这 设计评价值 那工具的眼镜手动时期啊比如说什么算盘呢 计算池啊这个大概对 这个中国算盘是中国早期发明的 机械时代16 42年巴斯卡有加法器 1823年8倍起有差分器 IPO是Input Process Output 所以电脑支付啊这电脑支付有很多 这个近代电脑支付啊有人说弗尼曼也是啊 那有人说那个 图灵 这个图灵机的图灵 那个模仿游戏 然后1890年何乐里的IBM的创始人 打工卡片人口不查用 下面这个电子时代他的眼镜各位把它记下来尤其是 这一个部分 请各位把 填两个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把它记下第1代真空款第2代电机体 第3代机体电路第4代超大型机体电路 蛮喜欢考这个部分 那第5代叫人工智慧现在不是进入AI的时代吗 那主要的机体什么持股持维这个我就不会考了 时间单位其实也不会考 你说不会考你为什么写出啊 这个做一个什么 欺敌战术啊 不会考是因为你上我的课之后你才知道不会考啊有些人只买书的 你们老师写的 字字 这个租基 所以这个要把它什么 要把全部背下来 啊对啊当他全部背下来之后你只背这一行 你的速度当然比他快 心机很重 好 那真空管的实在这个 其实早期的记该会考这个部分啊可是我觉得 被这个好像没有太大意义 什么 ABC是第1部实验用数位电脑 安尼也可是第1部一般用的 这个这个电脑而且他 基本上用来做弹道运算的 那ABC是第1部内处程式 设计的 Univac是第1部商用电脑是用在人口普查 都是第1部第1部第1部 啊这个二三十年前的记该喜欢考这种东西 记得当时年纪小 很久很久以前 那 现在大家就不是那么喜欢考这种部分 因为我觉得那是 对 已经是历史了 我们去记第1个没有太大意义嘛 我们应该记什么 你后面AI要如何发展啊 那IC 将电 这个IC叫 Integrated circuit 我记得这个有考过 Integrated circuit 叫机体电路吗 那 将电路元件 如电晶体啊电容积聚在细晶片上面 依元件的多广 SSI MSI 这个SW small scale 就是小型的 Medium scale 就是中型的 Large scale 就是大型的 超大型叫VLSI 极大型 ULSI 如 微处理器 CPU 体积越来越小 容量越来越大 速度越来越快 精确度越来越高 可高性越来越高 功能越来越强 耗电越来越低 价格越来越便宜 挥打 NVIDIA 这是 人工智慧的部分 常见应用叫机器人 电脑视觉 然后语音的辨识 Siri 装加系统 比如说知识库 推论引擎 人机界面 以推导 分析来解决问题 常用语言叫 Lisberg Prologue Scheme等等 那摩托定律是Intel创办人 GoldenMall提出来的 他说 单力晶片的电晶体数量每18个月成长一倍 早期 大家发展快速的时候是每12个月 现在每18个月 还有人是说 每24个月 越越难越越难 要推进去越来越难 比如说 台积电 台积电 5奈米 然后3奈米现在量产 然后这个 这个 2奈米 甚至要往1奈米去前进 我想 尤其 越做越小 然后他的量率要高 好 那元件密度越 高 元件之间的距离就越短 速度的速度当然就越快 为什么 你本来是传送讯息是要传100公尺 现在变成一半变50公尺50公尺的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如果再变一半25公尺的更快 如果变成25公分 这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公尺变公分吗 这百分之一 那速度当然越快 速度越快 距离越近 体积当然就变越小 应用范围就越广 为什么 当东西可以做的很小的时候你给我随身攜带 这为什么现在的 智慧手机 可以做到那么强大功能 而且这个这个又可以做那么小 那相同大小的晶片 源阶数越高功能越强 稳定性越高 那直接连就不焊接 等等 叫墨定律 那墨定律的话 各位重点在什么 每18个月 这个倍增一次 那这个有些 这个 计算会考到 过的墨的墨定律 需要 再继续 那电脑的 组成 我们五大 单元 这个要背一下 电脑五大单元 这张图我会建立各位把它背一背 这张图 单独说明什么 他说我的电脑系统器基本上有软体 有硬体有软体 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电脑我有硬体 电脑我有软体 硬体跟软体 硬体的部分有 五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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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输出 input 你要把一些 这个data要把它输进去 output就是 处理完的information information你把它输出 所以output 那input加output 叫IO IO又称为什么 周边设备 因为要各式各样的输入输出的设备 比如说 我可以 输出到印表集 然后把它输出去 把它电影出来 这是一个输出吗 那我可以什么 显示在荧幕上 这也是输出 那简皮老师的声音 这透过 各位的喇叭 把它播放出来 那这也是一个输出吗 对不对 所以这叫周边设备 叫IO 然后再来 再来的话我有控制单元 什么叫控制 控制他的什么 那他的跑来跑去怎么去处理啊 然后 转速逻辑单元 转速运算的意思吗 对不对 算数运算跟逻辑运算 也就是说 对电脑来讲早期他可以帮我们处理的就两大类型的运算 一个叫算数运算加减乘除 一个叫做 逻辑运算 and or not 这叫逻辑运算 那CU加LU加起来就是什么 CPU 中央处理单元 这是30系统的部分 这个资料把它记下来所以叫记忆单元 五大单元又称为三个子系统 因为输入输入加起来叫做IO 周边设备 然后 控制单元跟算数逻辑单元 CU加LU称为什么 这个 CPU 中央处理 单元 最后一个记忆体 叫记忆单元 memory unit 所以三个子系统 软体的部分 包括 所谓的 系统软体 跟应用软体 系统软体就是 我要组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系统 必备的 应该是 常见的 三个 系统 一个叫什么OS 作业系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 我们在哪个平台 我们这个叫做windows平台 微软的windows windows也是一个作业系统 你用的手机安卓手机 Android 这是一个 系统 然后所谓的ios 苹果的 系统 这个叫作业系统 程式员 写程式的部分 对不对 我可以利用程式员去开发 我的很多的 应用程式 工程式 通常的工程大概是房租软体 这个 Notain Utility之类的 公用程式 应用软体就是 各式各样的应用 比如说最常用的是套装软体 套装的部分 套装部分比如说office 这也在我们的 应该是4-2吧 这就会谈到 那个 4-1 会谈到office的部分 office的操作 然后专业开发就是 你 你套装软体就是 开发出来 给一般 普罗大众平常 可能 大家都需要用到的功能 这叫套装软体 那因为他可以一次卖几千万套 所以每一套的成本就压低 可是有些专 有些专有的功能有些 这个行业在用的 比如说公正系统 公正业在用的等等 那他就是 专业开发的部分 应用软体 好那这张图有关 硬体跟软体的部分 各位要 把它背一背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逢牛慢机器 其实你要透过逢牛慢机器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的通用型电脑 他有输入设备 输入装置 然后这个 输入单元 然后他有输出单元 他有控制单元 他有算数逻辑单元 跟记忆单元 事实上 这些五大单元 源自于所谓的 逢牛慢机器 逢牛慢 Machine 逢牛慢机器 逢牛慢机器的想法是这样 他的基本想法叫做 IPO的观念 input的经过process 这就变成output 然后杂乱的data 经系统化处理得到有意义的information 叫资讯 输入错误输出一定错误叫什么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垃圾处 以电脑处理称为电子式资料处理 叫 edp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因为他要做IPO 所以我要input 然后是data要输进去 input要一个输入单元 没问题 然后呢 做完叫information information要怎样 输出 输出单元 就刚刚其实我有做一个解释了嘛 然后 输进来之后我要暂时把这些资料怎样 存起来 存起来就是什么 记起来 这叫记忆单元 第一单元就是主记忆体 因为目前 都在运算当中 所以他是主要的记忆体 这叫主记忆体 那问题是我开始处理他 我要开始处理他的时候 我真正在做处理运算 两大类型 算数运算跟逻辑运算 所以算数单元跟 算数逻辑单元 LU 那问题是 什么时候把哪些资料丢到LU去计算呢 我要一个控制流程 所谓控制流程去就是写程式吗 Program 那我要去执行我的Program 那这时候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由谁来决定 控制单元来 机器有时候关机啊 资料我需要把它存起来 所以这叫辅助记忆体 他一样是记忆单元 可是他辅助记忆 那整个加起来就叫什么 冯扭曼的IPO概念 所以这就是一个 冯牛们的一个machine 冯扭曼机器是一个 通用型的机器 各位要有这个 基本的概念 冯扭曼机器是一个 通用型的机器 那这里有个概念叫 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很早以前考的概念 不过 我记得中有应该没有考过 GIGO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基本的一个想法 电子式叫EDP 那四大重点就是第1个三子系统 电脑五大单元刚有解释了 不断跟各位讲 有输入 有输出 输入加输出 这叫IO IO的话是周边 设备 那有算数逻辑单元 有控制单元 ALU加CU 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算数逻辑单元 算数逻辑单元加上 这个控制单元就称为中央处理单元 CPU 然后记忆体记忆单元 对不对 那 算数逻辑单元 他说引导资料经适当的路径 执行 算数运算跟逻辑运算 取得正常结果 这又称为资料路径 Datapace 就看资料如何跑的意思 Datapace 资料路径单元这个在 普考曾经考课 那各位的中有考试会不会考 我觉得 应该不会考到那么细 因为一般对外叫做算数逻辑单元 可是因为他是引导资料通过适当的路径 所以又称为 这个资料Datapace 资料路径单元 那这个是 比较 冷门的一个讲法 那CU 控制单元 微程式或硬底实作 Hardwire 微程式是CISC的想法 硬底实作是Risk的想法 那协调各单元的动作 控制程式的执行 执行的周期这各位把他记起来 这个会考 这个会考 Batch Decode Execute Restore Batch就截取 Code就解码 Execute就执行 Restore就把它回传回去 截取 截取解码执行回存 截取解码执行回存 在记忆单元MU 包括主记忆体 主记忆体是执行时 暂存讯息用 就是说 我主要的 这个程式在跑的时候 我要存资料就把它 放在主记忆体 万一 关机时永存资料放在什么 辅助记忆体 那这个三指系 五大单元或三指系统 这个要记一记 内处程式 Program的意思是说我程式要执行的时候所有资料都一定要放在什么 放在主记忆体里面 程式跟资料需载入主记忆体才能够执行 这个叫什么 Store program 那内处程式事实上就是佛林曼机器 是通用型机器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 我把资料跟程式换掉 现在我换的是可以播放音乐的 可以让你听音乐的 那你就他就是一个电脑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 这一个 哎 video 这不是video Audio player 这是一个 早期那个叫什么 配声听 你把它改成游戏 游戏他就是一个游戏机啊 这个天堂游戏机 一样的意志 所以他是一个通用型的概念 那持续磁理一次之一个指令啊二进制 二进制取代十进制啊 那可以大幅减少所需要的元件 Monumen的bottle neck就是佛林曼瓶颈啊 佛林曼瓶颈所有东西都要放在什么 放在主记忆体才能够执行啊 那主记忆体的速度如果慢 那整个系统就会慢 对不对 所以执行的瓶颈会在主记忆体的读写速度 那解决呢 要不就是让他变得快一点 或者说减少 这个dram的一个读写的次数 这是一个佛林曼瓶颈 理论上在中午里面应该不太会考 那下面是各式各样的 电脑的 类型 接下来后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各式各样电脑 比如说supercomputer 超级电脑 什么国家级啊 然后 这个IBM的 Blue Deep 真蓝 蓝色基因 Cray的Jaguar 机架 那mainframe是稍微大一点的 大型单位在使用的 集中式架构 mini computer 是比 mainframe 比较小一点 那 所以小大概是功能比较差的 但是价格比较迷你 那mini computer 已经 因为高不成低不就啊 大概在 20年前就被淘汰掉了 就是 因为 各位的记盖 中有的电脑常识 基本上 他考有时候很难讲 考到十几年前 20年前的记盖内容去 这个大概就是属于20年前 那时候有个digital 我记得digital 就是做mini computer的 大概20几 Personal computer 是个人使用材 为处理架构 又称为电脑 桌上行desktop 这是IBM相容 Windows 作为系统 我Intel 叫Wintel 早期啊 20几年前 Wintel 多夯 Intel的股价多高 现在Intel 不行了 被手提是 这个这个 可惜式的设备 被ARM架构打垮 所以 Intel只在桌机啦在 个人用的领域里面还占一点优势 其他的还不行 那包括现在的 比如说NVIDIA 回答晶片出来 因为 进入人工智慧的时代 可是 Intel 提不出他的solution出来 他还是在 吃老本 那麦克那就是Apple 苹果 史蒂夫工作先生 Steve Jobs 工作嘛贾博斯就是工作的意思 那 他是一个图形化的界面GUI 各位如果有用你的iPhone 那大家就很清楚 那虽然我 无少爷见 没钱 iPhone我从来没用过iPhone 天母人家可以用iPhone 这个是舍不得买 我再怎么买都是 这个Vivo OPPO 因为他的拍照很好啊 我还要拍 我女儿的 拍照我觉得功能还蛮强 可惜是portable 可随身携带如 笔记型跟 平板电脑 那低价电脑 华硕推出 U111 PC 很久以前的 平板电脑Table 我想这 非常非常久 Embedded的 迁入式 迁入式常见的架构是 H886 或ARM架构 MIPS架构 POWPC架构 我觉得 开看就好了 因为这种 各式各样的迁入式电脑的架构 其实都在做变化 比如说现在是高通的 Snapdragon 小龙系列 对不对 然后 华为 华为有麒麟系列 PDA 很早期的 常见的OS POM Win CE iPhone Symbian Linux Android 这个看起来是 PDA早期 早期PDA大概就是 手提电脑 手掌杖型电脑的 然后大概也20几年前 民国80几年90年左右 28年 20几年前 胖是很流行的 胖西医 Win CE 胖西医 然后 那时候跟 后来慢慢的那个 PDA的部分就演变成 智慧型手机 因为把它结合起来 穿戴型就可以穿上去的 其他类型的AIO All-in-one的绿色电脑 那就环保 那很久很久前 喜欢考那个能源之星 这个 这个大概就真的都20几年前 这个当节我觉得倒还好 应该不太会考到这个部分 下一次如果有我大概会把这整个都删掉 不过主机板的部分 主机板架构我觉得有可能会考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主机板 就是 我把所有的元件都放上去 对不对 然后通电上去 那他就是一台主机的一个 这个主要联合 所有的元件的一个板子 这叫主机板 Malabore 连接电脑相关元件的 电路板 那 讯号在传有两种类型的讯号勾起来 一个叫parallel 一个叫serial parallel就一次可以传很多个bit serial是一次可以传一个bit 一个bit的就0跟1的意思 serial 那 常见的单位各位打信号信号再信号 这个我觉得最 2-1最喜欢考的大概是下面这个部分 前面 东西大概看一看引过去就好 可是下面这个 常见单位我觉得蛮会考的 所以请各位把它打一个信号 好不好 请你把它打一个信号 那 一个byte等于8个bit 这要记好 一个nibble nibble这有单位 其实大多数大家都没有看过 就是什么4个bit 4个bit事实上就是一个16精卫的意思吗 他有个专业名字叫做nibble nibble nibble nibble也可以 nibble 9号球 4个bit 既然单位勾起来都会考2的10次方 等于1k 等于10的3次方 2的20次方叫1mai 2的30次方叫1g 2的40次方叫1t 早期我们大概是背到t而已 慢慢慢慢我记得中有有一次卡到什么 卡到exa 我记得 我为什么这边写到exa 的原因在这里 2的50次方叫pita 2的60次方叫exa 那故意 各位你可以发现说1k是2的10次方 也是什么10的3次方 你是 为什么不写2的10次方 等于10的3次方 就不相等 2的10次方多少1024 10的3次方叫1000 两个有相等吗 当然没有 那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把它串起来 1kk是左边 什么时候是左边 容量单位 不要忘记我们电脑内部全部是2进制 那2进制当然就2的几次方 2的几次方 对不对 那2的10次方叫1024 事实上那不是1000 不是1000 可是因为接近1000 所以我们用1k来表示 了解 事实上1k其他的所有单位 1k就是10的3次方 1k不就1000吗 比如说1k 1000公尺 1000公尺不就1公里吗 KG 1000公克 1000公克不就1公斤吗 对不对 好 那1k的话就10的6次方 1k的话10的9次方 1k的话10的12次方 10的15次方 10的18次方 一次对对 这个要会记哦 拜托拜托各位把它记下 那这个考试如果会考到越来越考越大而已 那容量单位2的次方 其余是10的次方 我刚刚有解释的 那往 巨量单位就是越来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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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单位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值得-3次方叫1mini 值得-6次方1叫1mu micro 值得-9次方叫nano 耐秒 使得-12次方叫pico 这叫微微或p秒 我如果没有记错这边还有是 那个使得-15次方 找找看 应该是 哇 这个找得到吗 记盖 好 啊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帮各位 做个 更新好了 好像这个你看 这个我就把它取消掉了 好了 不是 不是 我先把它 处理一下 先暂停处理一下 好 这个各位我有做一个 简单的处理啊 各位把它抄在你的课本旁边 大概只做到我们刚刚大概只做到这个部分吗 10的2的10次方1k 10的3次方是叫烧人吗 2的20次方是叫million 那2的30次方10的9次方叫billion 然后在terra叫trillion 啊我们课本大家知道azza吗对不对 啊可是啊我如果没记错是考古到zita 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2的70次方 10的21次方叫bita 2的80次方10的24次方叫yota 各位请 多补充 这两个 单位好吧 你行你把它写在你的课本的 旁边的哈 因为我觉得 越来单位会越大而已 那既然这样 干脆把它补充起来给各位去看 然后再来 这个 巨量单位就越来越大嘛 那微量单位就越来越小 10的-3次方叫1mini 10的-6次方叫1mumicro 10的-9次方叫narrow 10的-12次方叫pico 多一个这个 10的-15次方叫什么 叫10的-15次方叫f f叫fental fental是非的意思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那 那 速度单位bps如果小写叫bit per second 大写是byte 看到 通常啦 通常是这样 可是考试的时候很难讲 你要看他的 上下文还有给的 那一个 数据来做一个判断 可以来看一下 后面的解析度叫dpi dopper inch 这很会考 dopper inch就是 1英寸的 有几点 通常他用到 用在两个部分一个是扫描进来的品质 扫进来 300dpi 扫进来600dpi扫进来 或者是900dpi把它印出去 扫描或者是列印的品质 我们通常用 dpi 这个 单位 来做处理 那列印速度有cps有lpm有ppm 我这都很早期 这是 在描述我们的印表机 那早期是那种这个 这种g 有没有 那个是 设带的 这是撞击式的印表机 点证式 那个时候 速度很慢所以他用cps character per second 1秒钟印几个字 Lpm是line per minute 1分钟印几行 现在大家都没有列印速度都很快 大概比如说 我们用雷射印表机来印吗 ppm page per minute 1分钟印几页 这个当然单位就不一样 那时迈 1秒一次叫1赫资 Giga赫资当然就是giga是10的 10的9次方吗对不对 1秒产生10的9次方时迈 每个时迈的10的-9次方秒 10的-9次方秒 10的-9次方秒 那不就在这里吗 没错吧 10的-9次方 不就9 10的-9次方秒 热插把又称为带电插把 可以在电脑运作时 插上或拔除硬体的功能 以避免主机板或周边装置的烧毁 热插把就是 他开机的时候可以这样插把 那谁他只有这比如说你的随身碟 插到我们的 这个电脑里面 USB的 插口 插进去随身碟可以读取 为什么plug and play PMP的 功能 然后 Driver当然就沟通的桥梁 那这个UPMP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这个是网络的功能 家庭网络 不要以为这是 扩大型的 PMP 随差其用这应该 改一下 扩大型的 plug and play PMP的功能 好 那主要是他找CPU称为Socket 什么Intel 175 1155 什么E36 我觉得这不用背 记忆体有两个 两种他潮 那你注意他接角度 我有RIMM RIMM是RAMBOX公司 他专门用来做游戏的 游戏机的规格 那比如说SIMM DIMM Single In-Line Memory Modules EDO FPM的DRAM用的 DIMM的话包括 SDRAM DDR DDR23 现在到4了吗 到5了吧 那界面卡他的速度 速度各位这把他画起来 PCI Express 会比HP来的快 HP是 很久很久大概十几年前的一个过渡型产品 他是 专门显卡在用的 然后PCI是一般的桌面设备在用 PCI Personal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这叫PCI界面 HP界面你看 Accelerated Graphic Port 显示卡专用 PCI Express 是PCI的改良版 那后面的很多大概都走PCIe Express的一个界面比如说 M.2我记得是PCI Express的界面 就是 SSD的硬碟 那这边还有 这个辅助装置的 这界面包括Skashy包括SATA包括ID 就是硬碟 接的一个 界面 那他包括Skashy包括SATA包括ID ID是 很多的 比如说 传统硬碟 一条ID可以接两个 装置两个device 那个ID通常有两个 所以 最多就四个 一条排线两个 那这个是40pin的 并列式的 我记得中原应该不太会考 了不起就考这个部分而已 SATA现在蛮常见的 Serial的ATA 因为 ID本身是一个ATA ATA它是parallel 可是后面parallel的 同步要花很多时间 那有可能容易产生错误 所以我干脆把它改成serial一次穿一个bit 反而速度还可以更快 那叫SATA 一条线接一个 热插把一般大概 4个到6个吧 SATA的设备 那 很多的 固态硬碟 也会跑SATA的 那个界面在跑 Skashy伺服器在用比较稳定 注意这个把它记下来 Skashy带SATA的ID 第一 重要的元件BIOS勾起来是会考 什么叫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ROM内 ROM是硬体 组合语言撰写它是一个软体 硬体的沟通 维形程式 那它的功能包括 Power on Subtest Post Post就是开机的时候会自我检查 看你哪边的硬体设备有坏掉 硬体初始化的系统设定啊 长度中间向上载入作业系统 新一代叫UEFI等等 但是 基本上你记BIOS就可以 BIOS本身就称为Firmware 为什么因为他是 用他本身执行软体 可是他放在硬体里面 所以又软又硬的意思 ROM内的组合语言撰写的硬体沟通 微型程式 BIOS要把它记下 晶片组负责主机板装置的沟通 我有北桥晶片我有南桥晶片 对 所谓的北桥北桥因为北桥就是偏北边上面的意思 那上面是偏cpu cpu通常是在一台电脑的上方 那所以北桥晶片都是速度比较快的包括cpu包括dram 包括显示卡 比较快的用北桥晶片来做 南桥是中低 速度的 那新架构是北桥把它整合到cpu内 主流南桥 那汇流牌叫buzz buzz什么意思buzz就是 我很多设备嘛 设备之间跟设备之间要传输资料 资料透过什么 通过汇流牌去传 那就buzz线 那早期就只有一个系统汇流牌 那他的工作频率因为cpu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他用内屏来工作 跟外屏外屏是外部晶片用的 我把外屏乘以背屏之后就变成内部的频率 内屏的外屏乘以背屏 系数 如果你要把那个背名系数调高那叫什么超频 那有些cpu允许你超频有些不循序 但是早期要工程用的时候不过现在大概没有人在 做这种事情了 大家都要看 不知道怎么写有用的层次吗对不对 那效能补偿是cpu跟记忆体之用快局cpu 设备用io控制 提升 我系统的效能看一看就好这不重要 下面这蛮重要打新号新号在新号汇流牌的类 类型 请各位把 这个部分 用新号的方式把它 mark 起来 我觉得 这个部分还蛮重要的 请各位把它标记 起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汇流牌的类型 汇流牌类型 传输 对象来分类这种分类方式比较少 包括内部汇流牌 包括系统汇流牌 包括扩充汇流牌 内部就是cpu内部在用的叫内部汇流牌 系统汇流牌就是速度快的 北桥晶片在用的 cpu跟北桥晶片在用的 反正 速度更快的叫系统汇流牌 最后一个 扩充汇流牌就是周边设备用的嘛 那个速度当然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这叫传输对象分类 包括内部汇流牌系统汇流牌跟 扩充汇流牌 那这种分类方式其实 我觉得考出来机率很 比较低 那什么东西比较高 下面这个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记下来吧好不好 这个这个务必要打新号 常见的汇流牌分三种一个叫资料汇流牌 传送资料用的 那资料汇流牌是一种双向的双向就是 我可以由A送到B A送到B 我也可以从B送回去到A 双向汇流牌传送资料输入输出 我可以决定cpu每次传送的资料位元数 64位元的电脑 自主长度是64位元 也就是资料汇流牌的宽度或通用暂存器的长度 注意哦 我们 我有三种汇流牌一个叫 资料汇流牌一个叫位置汇流牌一个叫控制汇流牌 对不对 我说这个比较容易烤 那三种汇流牌里面哪一种汇流牌是决定这个是 电脑是几位元 我们用资料汇流牌来传在决定 那资料汇流牌就是一次可以送多少位元的资料 所以那叫资料汇流牌的宽度 送到cpu内部 储存 对应的接进去的 存的 内容 那个叫什么 通用暂存器的长度 但有可能对外是64位元进来之后我分什么 分3232切开 因为早期的技术没那么发达 的时候 我允许你64送进来 那是假的64位元吗对不对 可是我把切成两半 32先处理 剩下32就放在后面 那位置汇流牌是单项 而且定值用的这很容易考 比如说我说我要有4G的 记忆体 4Gby 请问你为什么位置汇流牌要几个位元 4G2的2次方吗 对不对 2的10次方2的20次方 叫做may 2的30次方叫g 所以2的30次方 所以事实上几条线 2的32次方我要32条的位置先吗 放五号 位置汇流牌的宽度 就是拿来决定他的定值空间 会考单项定值用 我来决定 cpu所能使用的最大机体空间 10条位置线 2的10次方1k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36条 2的6次方 所以2的30次方 2的6次方 2的5次方30 2的6次方64 那是64G 放五号 这是一个 计算的好简单的一个计算底 控制会流牌他是大多单项 早速双向 传送控制讯号 那数据计算我觉得 不太会考 看看就好 PCI的速度就是132MB 这个稍微记一下 132MB 那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Port 长什么样子 这15的 考题 要我我觉得电脑长是应该要考这样的题目 把这个规格办 你哪知道 你不一定 你不需要写程式吗对不对 可是你总要会电脑吗 万一 这个办公室的电脑有点故障 简单的 这个故障排除维修你应该要会吗 你连Port都看不懂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做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取之维新科技网站的一个 很早期的一个主机版 G4EM 的一个主机版主要是拿他的彩色 各位当然你看到的不是彩色的 因为我们 人太少了 如果 有10000的考生 来同时同一年来报名我想 不去办公室应该很乐意把它变成彩色的 看有没有100个来修这个课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对应的 这有两张主机版 这是PS2的 店面吗对不对啊这个呢 平行铺 ParaPort的这早期是接印表机在用的 扫描器 扫描器 印表机也有 那这个 ZeroPort VGA这ZeroPort是早期接滑鼠在用 早期 后面这个也是啊这个后面就是键盘跟滑鼠 通常 这个 紫色是键盘绿色是滑鼠 通常 USB USB这USB2.0的 啊这个是网络的吗 z45 啊这个是 输出 有音效输入 音效输出 音效输出 绿色这个也就接喇叭出来 啊这个 粉红色当然是麦克风接进去 那可以看到这个 为什么把它变成这样滑鼠键盘 5倍龙坤 早期是滑鼠接滑鼠这个这个 键盘接键盘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张图里面是把它分开的 后面呢后面干脆把它做在一起 啊在后面呢 在后面大概把这个拿掉 为什么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界面了现在所有界面都什么 Universal Bus ZeroBus USB界面 对不对而且他有USB3.0的界面 HDMI的界面 SPDIF 这个是什么 这是音响的 高级音响的界面 然后呢 声音的输出 这个 还有什么侧边吗 RSS是Side的意思 CS 环绕音响 所以有 不同的喇叭输出啊 这个厉害 好 常见的IO连接铺 一个序列铺 RS232C 那通常有COM1 9帧接滑鼠COM2 25帧接数据机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刚学电脑的时候 民国80年的时候 大概就有这个东西 后来我们的滑鼠因为 不管滑鼠键盘 大概就变成 刚刚讲的 有紫色绿色那个界面 叫PS2界面 再后来 那个又拿掉了 大概就是 十几年前就大一桶的 就基本上都是 10年前吧 大概都全部都用USB来做 PS2 6帧圆形 木头 接键盘跟滑鼠 紫色接键盘 的 绿色接滑鼠 USB把它勾起来 通用型 序列的一个汇流派 这叫USB 高速的序列传输 资源热叉把跟 PMP 我们刚刚有看到 PMP我没有把 那个英文写上去吗 那各式各样目前大家就大一桶的比如说包括键盘的滑鼠 印表机 扫描器 全部大家都是用USB 标准USB多少 USB3.0 看一看就好了 他的频关速度我就会看一看就好因为目前没考到这个部分 只不过我 事先把 资料整理好 在等你 在散播的是Apple 传输的 PCI Express跟 两种 取代其他汇流派的宽度 Daisy 然后传输速度看一看就好 然后2015版 发表G3彩USB Type-C 相容接头 散播的 慢慢的跟Type-C要怎样做一个整个 那IGBO 1394 这是 有一段时间是用来接DV用的 算是快速的 AV两个版本 Firewire 火线 400跟800 热插把接印表机扫描器最主要接DV的 我有段时间我买的DV大概都是要用 IGBO 1394 现在这个界面也不见 DV要接什么 DV这个 你就放在卡里面卡里面就直接读卡进来了 对不对 早期有DV带 DV带要读的话大概就是 用USB3.0 应该速度也够快 RD45是一个网路线 E SATA是External的SATA就外界式的SATA VGA DBI HDMI 是接荧幕的 接荧幕有这 其实还有一个Displayport 这在我们第 24应该还会再讲 VGA VGA 可是 你知道 这个名词之外 你一定要对应的上面这张图 这张图这个是一个 概念图 比较还是上面 要我会用上面的方式来卡 这像这个DVI的界面 对不对 这个就是 DVI的界面 HDMI界面 可是少了一个Displayport Displayport DVI的跟DVI还蛮像的 那 速度比较快 那SP DIF我觉得我没用过啦 听说它是一个数位影响在用 那音源的输出绿色接 喇叭 我想这个各位要知道 速度的部分Type-C或Sounderboard最快吗 在USB3.0 E SATA I31394V USB2.0 1394A Parallel Serial 速度的比较要有一定的 每个敏感度 你要知道说 速度比较是 由快到慢 是这个样子 可接的设备数 USB127 1394 64 63个 Skashi 15个 Sunderboard有6个 ID 每条线两个最多 两条线4个 SATA CAM1 CAM2 PT1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 那 有支援热插把的 大多数都有支援热插把 这时候怎么办 他就背那个没有支援 你把没有支援的背下来 那没有看过 那就是有支援 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把 2-1的 内容 把它看过去 这个 速度还蛮快的 我大概把 大致上的一些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那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说的 以这个当节来讲最重要是什么 课本后面题目嘛 对 那最后这个在使用的 注意事项 插头要插纹 同开机用什么按钮 Ctrl-Alt-Delete 暖开机 直接暴力开机就是按reset 按下去 然后荧幕保持50公分 这大概就是common sense 上架套动用v hold 然后左右便宜用什么h center h phase 调整 v size v width 这个是指 我们针对我们那个荧幕要如何去做调整 那什么主机板要放平稳啊 加防尘盖的什么清洁等等 我觉得这稍微看一下就好因为那是一个 公民语道德啊 这个 有个基本概念就可以 ok 那我们 第一节课的上半段我们先讲解到这里结束 我觉得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好来看二之一 后面的课本 习题 课本的题目 题目的讨论才是我们的 重点 很快的把他讨论过 那 利用题目 这种疲劳是风策 一直让你加深概念加深概念 这个看到题目 本能反应就会写 这是 让简明老师的课 的主要目标 ok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的上半段我们先讲到 这里 结束 先休息一下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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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几个 再课原 其出品 谢谢大家